你好 在向老胡的提问当中 每个星期几乎有一个问题 一定会被提到 但是我最近 不会在每周的直播里头 公开回答 就是因为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新鲜东西 要跟大家讲了 就是问老胡 你这个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这个视频里面 又有解说的头像 还有电脑的屏幕 我现在都会私自 单独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问题回答都是一致的 就像OBS Studio 用画中画绿幕抠图 所以技术上这个回答没问题 但是我今天要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技术使用的层面之上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这样一个节目的呈现形式 它就要大打之扣 好 首先我们讲 在实现层面上来讲了 这个头像的这一部分 可能是你一个用摄像机单独拍的 手机好 或者是电脑自带的这样一个摄像头 这是一个画面 这个录屏 这是另外一个画面 在处理上面 其实就是一种画中画 是一个画面 叠加在另外一个画面之上 那么很显然这个是在这个后面画面之上 在它的前面你看起来的话 这个处理的方式可以是两种 第一 你本身这两个画面的圆 就是两个不同的圆 那么你在后期的时候 把它叠加在一起进行处理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在录的时候 这虽然是两个信号的圆 但是我录的时候 它就是叠加在一起 我录的是已经合成的这样一个画面 所以是两种方式 老胡一贯是崇尚 只要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都取简单的方案 哪怕整体的效果 稍微有一点点受到影响 在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里头 两个不同的图像源 在后期进行处理的话 它当然会有很多的零变性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头会遮住后面 要讲的一部分的信息的话 那我固定的这样一个层叠的位置 就不方便 对吧 那么如果我是两个不同的 这样一个图像源的话 我就很容易它在遮挡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头像 往左边移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段讲解完了以后 把头像又重新移回来 所以操作上非常方便 甚至我就可以在这一段 把这个头像把它隐藏起来 也可以 那我采用的是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这一个画面看到的 我录下来的 是已经经过画中画 抠图已经处理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 有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我要讲后面的留言的话 我会这样子 让你看看在后面 就这样子处理 我不认为这种处理是 讲给你不专业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在技术方面一贯如此 只要是有简单的方案 我都会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处理方式不是好几个机位 相机的这种轨道或者是圆 在后期进行了叠加的处理 我都是在录的时候进行处理 最近你看见我的节目 就是零后期我录完了以后 没有任何的剪辑 哪怕讲错的 或者中间空袭过大的都没有 就是录完了以后直接上传 这个既是我的一个偏见 也是我的一个借口 应该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训练你自己 就是表达的这种能力 能够让你不断的提高 把这个本领涨到你身上的 如果你将来不准备做后期 去帮别人 通过别人帮别人做后期来赚钱的话 你就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后期 现在我们有的同学 就是说做后期的时间 比拍摄的时间都要长得多 甚至几倍 导致要加班才能赶上一个发布周期 这个就处理适当了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有效率的 我并不是在这边要提倡零后期 一定是要把后期的效率要提高 能简单流程 能简单化技术 一定要在这个方向尽力的努力 把你有创造性的 把你的能力就是有积累的 能不断提升的 能长到你身上的本领 在这上面下功夫 就对了 好 今天我为什么要做一期节目 讲这个就是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这样一个技术实现 就是因为你虽然是这种形式 里头还是有很多细微的讲究 好 我首先讲第一点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可以不用绿幕抠图 就是让大家看见画中画 这个画中画的 这个本身拍摄这个头像 它本身就是一个横屏的视频 它实际上是一个16比9的边界 在这个地方 我抠图以后就把这个边界全抠掉了 你看见的就是一个干净的头像 在这前面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子做 也许你可能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画中画 在右下角 大家注意看 Oh baby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横屏的小的画面 在一个大的画面之上 这样子处理 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东西的摆放位置 你可以放到这里 你可以放到右上角 你可以放到这里 你可以放到这里 你甚至可以放到中间 对吧 比如说就像这个 我放到这个地方 我会随时挪动 我爱放哪放哪 如果你是后期进行合成处理的话 我随时可以前面一分钟放这边 然后由于我要讲这个左上角的 那么我就后面马上第二分钟 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 你可以到处摆放 你可以用椭圆形 用长方形 用矩形 都可以 你可以再加上这个 闪闪发光的阴影和边框 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 那紧接着问题局上 我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花样 或者处理方式 哪一个会好一点呢 好 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首先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他在这说话 他说的这个东西是跟这个画面有关的 All right I looks like my feet maybe my feet 有个问题 对吧 他的眼睛看向的是往这边看 而你在看节目的时候 你在看 你假设应该他是讲这个图 不是吗 因为这个图被高亮显示 这个才是一个震荡的体验 那么观众和这个讲解的人 如果能所看的东西是一致 这是最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这是一个 不好的处理 不好的处理方式 那讲 在这个画面的 这个处理上面 它有一个身体的指向性问题 它指向这一边 而我们观众看到的是这个 那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鼠标操作 老胡在讲解的时候 你看 我在这个讲解的时候 我的鼠标你能看见 然后我的身体也是指向这边的 所以你就不会有违和的感觉 我在讲的东西和我所看到的东西 和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一致的 这个体验是最棒的 你如果像这个样子 out of the gate well let's try and clip something 你往底下看 你的鼠标是在右边 这感觉就不对 这感觉就好一些 它的眼睛往这边看 操作也在这个区域 这就对了 这个又不对了 它眼睛的朝下看 它的操作在这边 所以最好的 就是观众所看到的 和你所看见的是一致的 以前我在其他节目里头有讲过 当你要做节目的时候 要讲一个东西你记不住的时候 你大大方方把这个纸拿出来 把这个手机拿出来 我念这么一段语录给你听 观众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不是只要盯着这个相机 我要完整把那个东西背下来 或者一定要用提示器 因为观众知道你在看什么 但是如果你旁边放个大电视 然后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在看这个地方 我看点东西 观众看不见 观众就有不安的感觉 这种东西你要细细的体会 就是这种东西 你在处理的时候 这些细节处理到位的 观众就是 他就他喜欢看 他看得很放心 很安心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举那个例子 就像演讲的人在演讲台上面 紧张的嘴唇之哆嗦 这边全都是汗 他不是你家兄弟 也不是你家姐妹 但是你难受 你不忍心 不是吗 如果他在上面很high 你看得你也很舒服 很放松 我们做节目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 那么再看这个 这个也很棒 你看到了 他所操作 他所和所看的方向 也是朝这边 跟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一致的 所以这一种布置 就是他能够偶尔的把脸震过来 再跟你说话 他不操作的时候 然后他在操作的时候 鼠标位置在这个地方 他眼睛也看向的是个位置 高度一致 你就很舒服 等于是你跟他在一起 他没有偷偷的往旁边看 然后他在看你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原理 你可以把这个头像放到上面 那么只要你在操作的时候 他这个眼睛是要往下看 可以 你也可以放这边 他的身体的指向是往这边 往这边看 也没有问题 在这底下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像有的游戏主播一样 把这个头像放这个地方 放中间 也没有问题 你只要把握这样一个原则 你所看的和所操作的区域 跟观众所看到的地方是一致的 它有安全感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握手 为什么要有拥抱 就是说我没有拿武器 没想害你 就是别人要有这种安全的感觉 这个地方 你讲是心理学上面的原因 或者是不需要什么大的理论 就是人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圆形的 不会太侵占太多的画面的区域 然后它又是有足够的 这样一个像高亮的显示区域 它不需要抠图 如果你抠图 像我穿的黑色衣服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在不显眼的 一个黑色衣服的人 在一个黑色背景之前 那这个反而不是太好 你看看它这个比较深色的 然后在一个黑颜色的 它就非常之协调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 还有一点我想要讲的 就是说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会把整个的头放到巨大无底 就是占满整个的空间 就是我就把一个头像给你看 这个也有问题 因为当我们在跟别人进行表达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看着别人的眼睛 但是身体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学做节目 就是他也是用这种圆圈的头像 然后圆圈几乎就盖着头和下巴 然后观众就评论讲 这是个机器人吗 是个活人还是个机器人 那观众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就是因为打光是一个强光平面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看不见任何身体的语言 只看见嘴巴在动 怎么嘴巴在动 观众就会有这个疑问 但是你这个人出镜 哪怕不像我这样的能看见双手 像他这样的整个的身体的语言 也是足够的丰富 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样一个构图是恰当的 他就是身体稍微测动一下子 他也不会像头顶会移出外面去 所以你很舒适 能够看到他的表情 能看清楚他的五官 你看到他的一些身体的自体的语言 他的头部 所在操作过程当中的指向性 也是非常明显的 你包括像这个样子 你也不会觉得不安 And so I've created a potential new note And once I click on it 好 还有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面有一些问题 注意看 他的身体的指向性 他是往这个方向 他身体是偏向这个方向的 但是他人是在这个画面的右半边 所以他这个指向性有问题 他应该把这个相机往这边挪 整个的应该像这个位置 移过来 身体朝这个方向 这个人就是要做到中线的偏左 这个画面就匀秤了 而他现在是背后的 背面的空间大于这边 虽然不是很大 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这也是从一个构图的原则来讲 他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不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大量的画面的时间 是这种构图 这个就非常好 我在这个地方讲这个问题 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注意构图的时候 他整个出镜节目 就会出现这样的失衡 这样一个情况 或者有的新手他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讲老虎我看不见自己 我拍的时候就是歪的 那非常容易 你就在后期的时候进行裁剪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裁剪 然后裁到这个地方 这边全部保留 那么人就会在整个的画面的 偏左边一点 这样就匀成了这种感觉 你去看两人对话进行采访的 所有的构图全都是这样的进行操作 所以这个你看 就是一些细节的地方 你怎么样使得你的画面能够精致 能够充满的美感 不太有那种突兀 所以结合我前面讲的 虽然你要在技术上追求简单 但是一些重大的原则 你还是要有清醒的这种认知 要能够坚守它 这样整个这个节目 观众看起来就是好看 就是没有违和的感觉 但是观众他不知道 所有这一些构图的原则 或者是设计 或者是头像究竟有多大 应该如何来设计 他不需要知道这些概念 观众就讲你这东西好看 我以前多次讲过 你拍出来 你就有自然的美感 然后讲老胡 你这个蒙太奇用得很好 然后我讲什么 蒙太奇是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习 真正的高端位 并不是讲 我知道蒙太奇一大堆概念来 然后用的又不好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学习学反了 应该先从实践中掌握它 你不需要知道那些大词 你不需要知道那些概念 你不需要知道那些定义 你只是讲我怎么样能够有在学习和观摩的时候 有这个敏感性 我不知道你这个 讲的老胡 你讲身体的指向性 我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不要紧 但是你就会知道这个 你总觉得这个画面有点怪怪的 然后你再看别的人的一个画面 这个人完全坐到左边来的时候 你就想这个画面是横了 我不知道你有个观 有个概念叫做身体指向性的 和画面平衡这样的概念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你就会讲 我要来挑毛病 我要来修正的话 我就会这样的修正 像这样子 你要不断的要掌握这种能力 能感知到不对的 我知道我生病了 我不需要知道那个病的名字 但是我去医院以前 我已经感觉到不对了 吃喝拉撒睡 各个地方都有问题 那么至于得什么病 医生说大概就这个意思 对吧 你听懂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学一个东西 不要从上面掌握一大堆抽象的 那样一个概念 你要从细微之处去琢磨 讲我看它这个地方有点怪怪的 跟看另外一期节目的 它两个有点不同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点问题 然后你一比较 你就发现它的问题所在 你天生就会这样的做 然后你就是夜市的地摊派 夜市里头摆地摊的 你没有读过NBA 你没做过销售的培训 但是你就能卖出东西去养家糊口 这个才叫做牛叉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要从这个方面去多多的领会 好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 这样一个画中画的这样一个构图 应该要从哪一些细节的方面 去使得整个的这个东西的好看 那么我讲了这个东西 希望能够开启你的观察和认知的 这样一个窗口 你下面就更会去比较 人家用椭圆 用方形 或者用矩形 用闪闪发光的这样一个边框 或者是要不要画中画 这个地方究竟是头像要多大才合适 是要不要到肚脐也露出来 或者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露出来 还是想从这个地方露出来挺好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你仔细去感受 如果你就是有八块腹肌 你就死活想露一露的话 你就站着讲 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肚子啤酒肚难看 那你就往下来一点 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多少对你有点启发 谢谢 再见